打开烘衣机全是空的 洗衣场没床经可洗 洛克限缩也让下游的洗衣液超有感 饭店床经堆得跟小山一样高 但对比过去连一半的量都没有 洛克变少了 饭店旅馆下游的洗衣场营业额也直线下降 住客没有来 饭店都没有东西给我们做 差很多每个月薪水就变早了 洗衣场开业近20年 从没遇过没床经可洗的酒精 换洗床单毛巾的生意也很难做 月营收腰斩再腰斩 以8月份来说对比去年同期 3500多套床经今年只剩700多套 量少了八成 员工薪水也减少快一半 员工没床经可洗 连一天基本8小时时数都坐不满 从天天加班 现在变得不肯搬减薪 生意惨淡 对于洗衣场来说 旅客有多少 饭店有多少住房 就赚多少钱 但如今路可来台人数锐减 不止观光产业受到波及 生意惨淡的灾情也扩大到下游产业 对于基层员工来说 饭碗不饱的恐惧挥之不去 最后共和佩如嘉义报道